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尤其是我们会谈论如何攻击这颗小行星 而且在里面 这次的Party是有趣的 第二是攻击的手段和效果我们会做过分析 以及会谈论整个IMPACT 我们看到如果应用太空的东西很多时候应用到地球 在一个大气层里面的情况 如果武器上如何应用呢? 进攻和防御方又如何做呢? 这也是有趣的讨论话题 所以我们今天会和大家谈论 首先大家如果未订阅我们台的朋友 请你现在也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订阅一下小铃铛 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节目更新通知 请订阅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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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我们中文就叫做飞标计划 也挺有趣的 这个飞标计划我们看到 第一它是有几个party合作 第二就是它又是巧合 我们录音的这个时间 就是这次SpaceX去launch的飞船 但是不是失败的 即是现了时 之后再飞 那时它用火箭 也是使用SpaceX的Falcon 9 去飞去撞击这个四行星 陈伯可否和我们也说一下 这个讨论的原意 其实它想测试什么呢? 它的效果又如何呢? 首先要解一解话 为什么譬如说我们无端端说了一个太空计划呢? 我不知道Larry 你自己在你平时做节目 有讲多少这些太空东西? 一点点 我们SpaceX都是最多的了 我想最强调就是它的那种应用 应用出来会对那些军事有什么结果 我自己当初去看这个新闻的时候 我在我自己那边的科学生之节目那里讲 因为纯粹就是一个很 我觉得很伟大的太空科技的探索 其实我们想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如果纯粹 大家不知道从小时候 我依稀记得我80年代那时 看很多日本动漫卡通 很多时候是讲一些拯救地球那类的东西 差在里面 就不是拿一架机械人拯救地球 但是有些就是可能你会知道 有粒小行星准备撞地球 然后地球人们怎样去努力 然后去抵抗 去推开这些小行星 最后究竟是由千年女皇救了你呢? 还是由你自己找一帮太空人上去 去炸了去牺牲了大家呢? 有很多不同的这些科幻的题材 但是很有趣的 今时今日我们处身的这个时空 就真的看到这一样好像在科幻的题材 去打小行星的这些题材 就变成一个实际上的科技 而且当你看到他这个科技的能力的时候 你很容易去看到就是他背后 需要有多强大的军事力量 以及他那个知识的力量 才能够做到这个目标 所以为什么我就是说 我记得跟Larry上一集做节目 去到尾的时候 我说过一件事就是说 我有时都会在那些太空的项目里面 都看到多少和这个军事武器相关的题材 所以这次我觉得不如上次都提开了 那这次不如就说飞标任务吧 那个飞标任务本身呢 刚才Larry你也说了一点点 他去打这个小行星 去参与的团体呢 除了美国自己的太空总署之外 另外他那个学术界方面的合作 就会跟这个约翰普金斯 即是John Hopkins大学去合作 然后他也跟这个欧洲太空总署 和日本太空总署 那样是一个环球合作的项目 目标就很简单 地球射一支火箭去打一粒小行星 看看打不打得中 而且打中了之后 看看可不可以达到预期的打击效果 如果计得到成功的话呢 那就厉害了 就是说我们人类初步拥有一个瞄准 一个天外的飞行物 然后我们打中它的能力 这件事就由2021年的11月就开始发射 这件事就去到2022年的9月就实现了 如果今天拿来说 有一个小小的回股 但是我会觉得 未来你就会见到越来越多 美国在这方面的动作 就是譬如打小行星 继续运用它这个这么遥远高速打击的经验 然后就去告诉大家 我们人类终于有一个能力 在小行星袭击地球的时候去自救了 因为这次要打击的目标 其实有多有趣 这次小行星也有它自己的生态 你看它本身就像一粒有母星和一粒有卫星 绕着转的那种概念 所以这次它打击的一下 打击的一下那件事就跟我们平时常想 就像一粒彩星那样冲来打那些 又跟我们平时想象的有点不同 是的 我又问一下 譬如一般说小行星 大家会想到它处身在什么地方 是 小行星就是在地球和火星之间 火星那边的小行星的地带 是的 如果你看回太阳系的图 一个图像表示 通常就是由火星的轨道和木星的轨道中间 就有个叫小行星带 当然小行星带 就当然大部分的小行星在那里 但是不代表全部的小行星都在那里 有一些小行星 譬如今次我们说飞标任务准备打的那一粒 它就是轨道可以延伸到小行星带 但是它有部分的轨道就会落入了在地球和火星之间 所以它是有时会飞去远一点 但是有时也可以飞去比较近地球一点 那么它的轨道 我们是认定了相对比较稳定的 所以我们知道虽然它是可以靠近地球 但是它对地球的威胁 这些轨道就不至于很大 我们更加害怕的就是一些没有固定轨道 但是向着我们飞的东西 那我们不知道它会不会继续向着我们飞的 但是有一些我们经常刷新移过 但是它的轨道很稳定的 我们反而会觉得是 就是预设它是很安全的 就好像在高速公路上面 永远不会切线过来 旁边的那条快线一样 它中间切线了 已经说了双白线了 它不会切线过来 那你就放心继续银 你不需要理它旁边飞多快 这个小行星它还有一个特点 刚才你也有提的 它不是一粒单独的小行星 它这个小行星外围有个很微小的月亮仔 其实就好像我们的地球 我们地球围绕着太阳公转 但是我们有个月亮围绕着我们转 这个小行星它也很有趣的 它总体上都是围绕着太阳转 它的轨道就会咳来咳去 但是它自己外面也有一粒小小的 我就会叫它做月亮仔 围绕着它转 那我们这次飞标任务 它就很有趣的 它特意选择那粒月亮仔来打 那粒月亮仔 顾名思义一定是一粒更小的 小行星已经小了 那个小行星外围绕着月亮仔就更小 小行星的小行星 是的 小行星的月亮 是吧 那它是 所以你要打中它 嗯 还有天空上面这么多东西给你去打 为什么要选这粒呢 第一 它有机会轨道比较靠近地球 第二 它本身这个月亮仔 它已经是被原先的小行星 它已经在一个轨道上 是 那变成了 我打它的话 就等于 就是推一推它 但是推一推它之后 就不足以令它完全飞到它不知哪里 它就会大体上 继续在围绕着它自己本身小行星的轨道 那里运转 即它本身都是围绕着那些轨道 但是我这样打完它之后 它都是继续围绕回去转 不过它就会受到一些 就是它可能轨道就会有一些小小的改变 上面有一些震动 可能周期长了短了 那我们就比较容易去评估 那个影响是怎样的 还有安全度会高 有时你不觉得 评估一评估之后 它不知道飞到哪里 原本安全没有事的 不飞到地球 我会不会飞完之后 就飞到地球 那就是捉虫 是吧 所以它们今次 就是太空总署 它们选择这个被打击的目标物 都是很小心处理的 是的 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 由地球社支火箭 去打中这个小行星上面的月亮 我们希望它怎样成功呢 就是我打完之后 它那个轨道受到影响 这个影响是合乎我的物理计算的 那陈博大整件事 由地球出发 直至去到命中 我当整件事很顺利 其实中间都有很多变数 包括整个旅程 你顺顺利利 其实你都要找到一粒星 那当然很明显就是 它们一路有东西追踪着 一路有个望远镜 一路知道它在哪里 一路看着它 但是我们说发射 接着那支火箭 那个攻击目标 那个DUPS 就是那个飞标 它攻击之前 它还要去引导 一路带着它去飞 所以其实它当中 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技术 和科技在里面 我也认为是的 你要去做到天文的观测 主要是一个不发光的小行星 还有这个不发光小行星 旁边那个不发光的小月亮 那个月亮 基本上是一粒石头仔 如果在整个太阳系的尺度来说 你要捕捉它 所以你一定是由你的天文望远镜去观测它的 而且是紧密地去追踪它的位置 以及去量度它的周期 而且你量度它的位置 固自然就代表着 你在整个太阳系里面 你要有个座标系统去定位 它可以告诉地面上的人 你能听到那颗星在哪里 即是它的方位在哪里 而这些数据 当然也是对于这个任务来说 是有利的 就帮你引导它去哪一个座标 冲过去 所以在整个目标的引导里面 大家一直听的时候 你会觉得 其实我会用一个 几次那些候鸟 它想找回原先它住过那棵树那种图像 就是什么呢 它明明已经经历了一个村州过省的飞行 你不可能将下面所有的景物都一一记住 所以在一个比较大的范围的定向的时候 你只能够去对于整个很笼统的地形 你是有一个概念 然后在你这么笼统的地形里面 你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你想在Google Earth上面 好像一个小鳥那样 找回香港岛在哪里 你开始移动到整个地球那么远 你看到的就只有那个欧亚板块的形状 是不是 你移动得近一点 你终于看到中国的海岸线 再近一点的时候 你终于认到究竟全州、福州在哪里 就是香港的珠三角在哪里 然后你再近一点的时候 你看到整个香港九龙新界的轮廓 然后你才一步步走进去 最后你发觉 那棵树旁边就应该有这几堆 这样的目标物 来这样帮我做定位 所以那个由地球 比上地球 还有那个地球周围的卫星 还有那些天文望远镜 给出来一个座标 就是当然是一个导航最基础的一个资讯 但是当你的目标物 一直越来越靠近你要打击的目标的时候 就是那个飞标 你要打击那个目标的时候 它一定需要有一些 去逐步去认 再去确认那个目标的一些能力才行 所以你想象到就是 就算你不是说那个小鳥要回家 不只是说我人要在Google Earth 找回香港在哪里 你在说一个军事用途上 你要去确认你的目标 你怎样由一个大的尺度 慢慢走到一个小尺度 你发觉里面用的那套原理基本上是一样 而落到最后那个电路的运算 都是一个这样的思路在背后 所以你看到美国这次去这个project 去有能力 去在一个小行星 一个太空的尺度里面 做一个这样的定向和去瞄准 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那个能力的技术要求是相当高的 是啊 还有陈博 那他最后呢 就是他去做打击这个任务 其实最后的结果是怎样呢 那他非常理想的 而且那个结果我会说起出望外 在开始的预测之中 那个飞标在2021年的11月发射 他在预定的日期抵达 就是2022年的9月抵达 抵达的时候呢 是由飞标前面的摄像镜头 拍着目标密越来越近 就每一格呢 几秒左右 十秒左右呢 就发出一张图 回到地球 我们很明显看到他 越来越近 目标密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最后呢 就去到基本上 就很确认他打中了 最核心的地带之后呢 就再没有讯号发生 就是再没有讯号 再没有讯号 那就是打中了 那当时如果看回那些新闻报道呢 就拍着那些研究人员非常兴奋 因为看到中了 中了就来中了 最后真的成功地看到 没有了任何讯号 就知道真的中了 在那个开头设计的预想里面呢 我们就希望能够做到效果是怎样呢 就是这个小月亮 小行星的小月亮 围绕着那个小行星的 那个运转的周期 要是11个小时55分钟 但是经历打击之后 我希望能够令到他呢 短了至少7分钟 而最后呢 再隔多个多两个星期之后 找另一个卫星来找回 看回这个小月亮去运转呢 是11个小时25 我不记得 就是20几分钟 就是说呢 最后成功地 将他的轨道周期缩短了 成二十几三十分钟 哇 几倍啊 就是你纯粹 就算你不明白 背后的道理也好 我就会告诉你 七分档合格 他最后拿了二十几三十分 嗯 是的 那就是说呢 他那个对于 就是那个飞标 我们地球射上去的火箭 他对于那个小行星 那个轨道的影响 超乎我们预期 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呢 就是因为呢 我们当初估计去撞上去的时候 我们以为 那个飞标就好像一匹泥胶 撞上去一块石头 最后扁了 没了就算了 但是最后我们发觉 原来那个撞击 比我们想象中很硬正 很多东西反弹了出来 嗯 很多碎片是向相反方向反弹出来 那其实如果知道物理的朋友 你会明白的 你撞一件东西 如果是好像一个泥膠 最后撞在一起 最后出来 那个被撞击物那个受的冲击 其实相对是少一点的 但是如果他 就是你好像一个打桌球那样 打完之后 那个拮球是被反弹得很厉害的话 那其实最后被打击的其他颜色球 最后其实承受的冲击是很大 那正正就是因为呢 很多东西反弹了 很多东西撞完碎片 是反弹程度比我们想象中高 那这个也有赖着 就是那个小行星上面的物料 那个反弹能力高 但是他的反弹能力高 最后结果就是 他自己被撞击的时候承受的冲击都高 然后就达成了一个目标 就是达成了结果就是 整个轨道的周期改变 比我们想象中更高 所以我会说 整个飞标任务 很圆满完成的 而且他是结集了地球那种 卫星导向的能力 还有那种飞标自己本身 那个定位的能力 还有最后当然就有奈于 整个火箭的推进能力 几方面去加上 就达成这个结果 但是达成这个结果 你会发觉 那个小月亮没有被摧毁 他的轨道改变了 但是我会说 就是说 如果将来真的有一天 有小行星集地球 那么你起码 你都要预算一千几百粒 这些这样的火箭 这些飞标 是射上去 而且你希望 每一粒都是射中的 所以首先 你一定要训练了 自己的射中的能力 如果不是你自己很多 枝枝都不中 就没意思的 就浪费了 所以我会说 今次这个飞标任务 就是说 令到全球来说 美国就是第一个国家 有能力去保卫地球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